最近日本企图要跟共匪勾结 那么对于日本要勾结的这个军事的发展呢 吴伟员您有什么看法 毛共呢是以这个低姿态来优惠这个能力 它是很多的目标 它是向中华这个耳末的关系 向这个放入这个耳末靠拢 那么这个重要点 它是看到我们只有中华 就是现在早期碰触 紧急军事力量 以当大 以及真正的代表总会 串通文化的这种 这种伟大的豪杂力量 这种影响 这是给它的危险 所以 所以家人 这个时候想感到我们 想鼓励我们 那么这种比例算盼的是 很阴陋中的那些 可是在这种组组复杂的 轨迹多久怀疾下了 也是困难处 在目前日飞勾结 正在发展的情绪当中 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台队 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什么样的做法 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向力 里面的工方的总体目标 在贴会 最后美国 要建立一个反向下一个工方政策 要找到墨地是不在周转的 你知道吗 不要到他们很高的地方 他宣传破坏 调脱分化 斬透 减兽 都是对之而来 这是幽默攻坚的事 所以我们又窄 又名 讲罗门的 这个传统的经验呢 求去世界还是这个经久 这是第一的 我们这些关系方面 第二件 在最高下 当时我们有一个人的影响 但是只要我们应付的话 我们可以减少这个深海的承受 甚至于周知它这个深海的影响 我们要用万千的军备 凡事于再利 不于成岁 我们要接受 维持社会的难兵 紧急的反应 更重要的是 要抢华我们军事力量 要认真重新 解放我们的官方 现在政府也是不朝这样的做 我们全国风暴 要以此输出政府 不要我们派盘金马 古尔金唐 坚持反共的目标 为西周一 巴勒恩兵 去海外华侨 以往是做技 正在游临的刺激 请典我们三国不怪人 一定会胜利 谢谢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谈